3月21号,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在会所举办深入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分享会,会议强调,要深入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研究部署学习贯彻工作,把两会精神学习好,传达好,贯彻好,落实好,将其融入到今后的社团工作当中。 近300位相亲到场参会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福建社团联会主席施青柳,全国政协常委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吴良好,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副主席蔡毅,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福建社团联会执行主席蔡黄玲,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常务副主席施维雄,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常务副主席施维雄, 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副主席王玉明,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副主席苏清栋,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副主席卢金融,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蛇德聪分别做了分享,向一众社团领袖义工代表和乡亲传达了两会精神。 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吴幻言,荣誉顾问施子清,林明森,柯达全,陈聪聪,以及联会一众副主席义工代表和乡亲出席了分享会。 首先,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福建社团联会主席施清流讲话,施清流表示,本次两会是在二十大后的开局之年召开,有四十多位敏级委员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议程紧凑高效,汇丰简约务实,委员们认真屡职,提出了很多富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的建议和方案,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政协委员的责任担当。 实际民主席是有担当、有魄力、有牟利的人民领袖,我们必是坚决用户、碑家、曾氏、赵乐之务员长、王滬联政协组织,亲切借鉴港区代表委员。 两位领导人在会见中,均表示要完整贯切一哥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知热食二哥借治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并以从轻信地提出几个失望,失望想好香港一哥两制, 违化好国家安全,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让青年人有幸福感。 两位领导人的谈话,代表了以实践品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香港市民的关怀和重处,我们必是明智在心,乐视在行动上。 从现在开始,我们各个协团都要把学识分享两会进行,当着当前的重要任务,深入学识,几次领会,并乐视到立场生活工作中,让两会进行,化着强大的动力,推动我们各项工作更上一层乐。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福气社团联会荣誉主席吴良好讲话,吴良好表示,有幸连任全国政协常委,今年的两会是令他最激动,最难忘的两会。 会议期间,最权烈的感受是,就是习近平主席全票单选为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会场显示经续不息的热烈产生。 这是全体参会人员的真情流露和真心思义,也是全党全国国助人民,以及我们七百多万香港市民的共同精神和共同心愿,这是明星所向。 在大会的闭幕、市会上,我们习近平主席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他将全国建设与香港长期繁荣稳稳定扣连在一起,清晰表达了香港与祖国的命运共同体,对香港更好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寄予厚望。 香港未来,香港未来,要积极进取,投身国家建设,任好十四五规划,约港澳大温区和一带一律等机遇,全面对接联会期间,国家国限工作安排,推动香港的经济民生,加快发展,同时为全国建设,贡献香港的历练。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讲话,姚志胜表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涉台内容言简易改,字字千军,充分反映了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智慧结晶,有力表达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参与今年前两会,我有一个非常深的感受,就是我们各家的前面发展,经济强大,人民幸福,香港前景越来越好,两岸融合空间广泛。 正式会议,通过正式会议和章程新增作为正式工作的有机整体,都包含对台工作的重要内容。 香港应该发展,香港应该发展,香港应该发展,香港应该发展好隔级平台及一哥两岸随患基地的优势,推动探索一哥两岸的台湾方案,为推动组合和平统一进程,做出新贡献。 我相信,我相信,讲好香港一哥两岸,成功实践故事,不禁能够争取台湾民心,有效推进组合和平统一的进程,而且有力处理好统一后的台湾纪理工作。 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副主席蔡易奕讲话。 这一次的两会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聘型主席为中心的党中央周围的一次大会, 也是全国各族人民迈向现代化建设和第二个百年计划的古镜的大会,激动人心。 融入国家化展大集,融入大湾区建设,香港需要有历史的主动,要脚踏实地。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联系第七年提到越港澳大湾区建设, 我们要把机翼和湾区各界共同努力,开创新篇。 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和香港故事,讲好一国两制的成功故事,这也是我们爱国爱港社团人士未来需要加强的工作。 蔡易还表示,要把宣传全国两会精神当作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 积极引导会员企业融入香港社区,融入越港澳大湾区, 国家的双循环一带一路发展,开拓自身业务,做好地区工作, 鼓励香港青年人多到内地学习,就业创业,增强对内地的了解,对国家的认同。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福建社团联会执行主席蔡黄玲玲讲话。 蔡黄玲玲表示,今年两会是疫情过后的首次会议, 会场内外各个委员神采飞扬,积极建言, 雷鸣掌声不时响彻万人大会堂,令经济会议分外充满活力, 风轻气正,为新一届任何工作迎来了好开端。 两会时间,习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特别强调, 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 清晰地指明了未来的产业发展的目标和途径。 香港要发挥自身的所长, 善用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优势, 各界企业必须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促进国际贸易互联互通,构建新发展格局, 打造新经济的常态, 作为福建与香港,福建与世界的重要桥梁, 福建侨胞要敢想敢做, 再肩负起新时代的职责和使命贡献国家, 贡献香港,贡献家乡。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常务副主席施维雄讲话, 施维雄表示,参加今年的全国两会, 最难忘的是见证习近平总书记全票当选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这体现了14亿中国人和社会各界的拥护和爱戴, 是历史的选择和时代的重托。 今年两会,香港特期依然是乐持之一, 那体现党和国家对我们香港的贺爱。 那习近平主席在全国两会有强调说, 推进强国建设, 离不开香港、澳门长期环容稳定。 那这一期创新表述是进一步支持香港的生活和肯定, 那包含期待,吻含聚业, 那咱们还要关注的是最新公布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方案, 那其中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成立运行, 那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港澳从隶属国务院, 如今集图中共中央, 那可见中央对香港始终充满贺爱, 未来必将集聚更优质的资源, 办好香港重要事情, 有力推动一国两制行稳制言不动用。 我们福建乡亲一方面要继续打拼经济, 另一方面为了市民和贺代, 更有力地发挥爱国中间力量, 当好保持香港稳定的压仓协, 当好支持香港繁荣的中流砥柱。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副主席王玉民讲话, 王玉民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全票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是会以最重要的政治成果, 向全世界造势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 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 把港澳长期繁荣稳定, 提升到关乎前面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新高度, 期望并且要求港澳发挥土地优势, 贡献国家现代化的建设, 中央的重视, 居其和要求, 极大鼓舞了我们香港同胞, 从强和建设的前级高度, 前面准确立市国家发展的大政风筝, 加快各建新发展合机, 实践高级量发展, 扮演好民族复兴的参与节, 贡献节, 树语节, 脚械。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副主席苏清栋讲话, 苏清栋表示, 这是一次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践行两个拥护的重要会议。 新时代十年最重要的政治成果, 就是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前票当选中华联民共和国主持, 中华联民共和国监视委员会主持, 这是党心所向民心所判, 众望所归,习主席指出, 推荐强国建设离不开香港, 澳门长期繁能稳定, 要扎实推荐一国两制西建和组合统一大业,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统计, 为核心的中共政党作业, 挫力奋发, 勇意前行, 不断开创卸团工作新级院,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更好发挥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副主席卢金荣讲话, 卢金荣表示, 今年两会圆满闭幕, 成果备受瞩目, 代表和委员团结一致, 凝聚力量, 聚焦发展, 共商国事, 讨论氛围十分热烈,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为香港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工商界要积极推动大湾区市场, 工商界要积极推动大湾区市场一体化。 香港需要对准两会的机遇发力, 积极投入粤港澳台湾区的建设, 加快推动3D经济运行的积极对接, 提升市场一体化的水平, 即助力国家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 拓展海外的市场, 又用好香港现代服务业的优势, 引导更多基金投入国家各项部署, 为香港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国家重组金融部门, 香港未来在数据经济等新的经济范畴的发展和将管方面, 将能够更好地与国家的金融发展截轨, 把握国家更多的金融机会。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福建盛团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舍德聪讲话, 舍德聪表示, 中央政府始终全力支持香港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 支持香港进一步提升国家竞争力,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支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香港人一定要认真学习, 深刻领会两会精神, 特区政府要把两会精神转化为 推进香港经济社会建设的实际行动。 我认为我们学习贯切两会精神, 要站在国家发展的大局中考虑问题, 特别要注意客户和避免三种思维, 一,本类主义的思想, 只想中央和国家对香港有好处, 不想为国家做贡献。 第二,依赖中央的思想, 香港有事总希望中央帮助解决, 也不能主动通过香港限流的法律和制度, 实习的创造性的加以解决。 三,依赖感的思想, 在两地合作交流中, 自以为是, 化地为牢, 故步自封, 放不下价值。 这三种思想, 必将影响我们与内地的交流合作, 妨碍香港, 快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选讲会上, 在场人士认真聆听, 表示将组织乡亲们认真学习, 贯彻好全国两会精神, 深刻领悟中央对香港工作的重要部署, 把两会的精神运用到社团工作中, 助力香港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贡献力量。